我们都知道香港有两个三级片演员比较励志 蓝的是任达华,女的是苏琪 都是从这个三级片起家的 完了以后在演艺生涯中 做了一次转型 那么任达华又闹出新闻了 在内地参加一个活动 被一位观众冲上台捅了一刀 那么我们看到第一时间 第一时间有人联想到 因为这个送中修例的过程中 任达华为共军站台 那么还有人猜测是地产商欠人钱 那么观众冲上台是要报复 捅错人了 但是很快警方发了一个警警通报 说捅上他的这个人精神有问题 看到这个新闻 只能说拍拍屁股 赶紧打个飞机回香港治疗吧 对吧 同里的人有精神问题 那只能说捅了白捅呗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新闻刷屏了以后呢 其实掩盖了一个 更应该让大家注意的新闻 是新华社发了一个通稿 云南有两位女干部 女党员 是吧 在被上级组织部门 考核任命之后 拒绝上级领导部门的提板 这个一提到这个女干部 女党员的这种提板 大多数人 第一时间反应就是那种 日后提板 或者说 有一些人还在猜测 说他们害怕被遣规则 所以呢 这个不愿意被提了 其实我觉得这都不是原因 因为从履历上来看 这两位都是在 财政部门任职的 一个是股长 一个是科员 那么十年前 他们就已经是公务员 队伍中的议员 什么大方大那没见过 对不对 要说潜规则这些东西 如果有的话 早就经历过了 根本不是问题 他们的被处理 一个是党内警告处分 一个是调离县财政局 从目前看到的这种宣传 尤其是把它提到这个 新华社通稿的这么一个高度 我觉得根本就不是 这两位女干部的问题 我们原先有过一个猜测 那么中美出现对峙以后 它会出现 你打理的 我打我的 那么谈判继续在 一直谈 可以无限期的往下谈 甚至即便你 把剩下来的三千多亿加税 作为习胖这个政权来说 它完全可以继续抗议 要求你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我们现在看到 国内的所有的管理 它已经全面倒退 你可以说它是左转 开道车 文革化 都可以 它跟国际已经开始在脱钩 就是思想领域内 它已经开始在脱钩 目前在整岛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 前面他发过通告 要让这个全体党员 要开展不忘初心的这个教育 那么 从这个 目前已知的问题上来看 中国马上面临的是 两次大的调动 一次是军队干部 在军改之后 就已经调过几轮的情况下 可能还会出现调动 习胖在向毛泽东致敬 在搞八大禁区司令员对调 他必须要让符合他心意的人 在他所预想的岗位上 为他镇守边陲 为他镇守中原各重镇 应该来说在 习胖的眼里 没有什么规则可言 他有模仿的对象 而且他有他自己 这个党内处置的一套 那么针对军人 他可以把前 前届的军委委员 都送进秦城 他没有任何 他觉得需要担心的地方 因为他觉得 他能控制住整个局面 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放弃过这种信念 那么针对地方的官员呢 他也会控制 他也会以各式各样的理由 来进行调动 测试 提拔 甚至 他会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官员的调动 就这种猜测 是在中美出现对峙以后 中国政府完全自己玩自己的 他不再关心经济上的问题 就经济上的问题 他放一放 来看一看有没有 可以转折的地方 在没有发现转折点之前 他先夯实自己的基础 就他现在要 让全国党政军一体化 要如必实指 就他的目的在这 所以呢 我们看到的这个云南两位 女干部被处罚 甚至全国通报 其实是在给官僚队伍 打一个预防针 因为他这次 针对两位不入流的小干部 就这两位还算不上官 他们马上被任命的这种副科级 就相科级 才能算 迈入了官员的队伍 就最次一级 目前这两位 一个古早 一个科员 都属于那种基层公务员 比初级公务员 稍微高一点 那么 为什么要对他们两位 不显眼的小人物动用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和问责条例 为什么要动用两根大棒来处理呢 不是说两个女干部 一人一根 不存在这个问题 实话实说 现在的这个问题 它其实就是一个杀鸡儆猴 它不能说我调动一个省长 那么省长不愿意被调任 搞得全国沸沸扬扬的 影响到整个执政团队的 这个人心 或者说削减了中央的威信 所以它现在用两个基层干部 来作为样板 通报全国的目的 是为了让所有的干部都知道 党的规则是不允许变动的 党让你干什么 你就得干什么 你得服从党的调配 为什么呢 因为你加入共产党的时候 你对着党旗宣过市 是吧 你要服从党的章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切 其实都是一种宣传 更多的潜移默化的目标 是各级干部 而不是老百姓 我们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 调整干部的配置 但是大家可以明确地看到一点 像这种新闻 它背后不仅仅是哪一个上级官员 看中了这两位女干部 要他们怎么样怎么样 不存在这个问题 能够被新华社发同稿的都不是小的消息 背后都有一些政策性的目的 我们经常看到有一些人 抓住一个新闻 就开始往下山路去躺 其实没有什么必要 因为你要关注的是中国现实问题 中国现实问题中确实有很多 涉及到可以写言情小说的部分 但是更多的呢 它每一件小事都不是孤立的 习胖这个政权它要想维护下去 它必须要进行一次大的调整 就从这种半市场经济化 或者叫权贵资本主义 开始又回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 按习胖自己的话说 无论什么样的特色 最后我们搞的都是社会主义 它现在要让全国的党政军干部 能够从潜意识中 树立一个观念 牢牢地树立一个观念 必须要服从中央 必须要服从党的指挥 所以呢 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两位小官员 是吧 旅官员 容易引起大家误会的这种调动 以及他们不服从上级党委安排 那么最后党主席出面 给他们纪律处分 这都是有目的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突然降临的 背后都有故事 无非是你愿意看 或者不愿意看的问题 好了 谢谢大家 再见